看来华姐妹真的快要倒闭了 今年查外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搞得商务们都不敢来当口营业 就算一些冒着风险去营业的当口老板 也不敢百货出来 飞扬四楼几乎看不见几个人流量 手机也是在乱大掉价 今年的苹果14点击率谁都没有想到吧 目前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报价表 入门版的5999 如今华姐妹5750就可以搞定 256斤6799 华姐妹6370就可以搞定 512G的8399 如今7580就可以搞定 你们算一下 8399减去7580 这样算起来就差了800多 不用过多久 我相信掉到1000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很多网友在评评说 苹果14是因为名称没有取好 大家怎么看 还有加上口罩的原因 甚至也是隔三差五的出现确诊者 盘口老板直言说退租退盘口 打算转行 有些盘口老板家在手里的货源 也是不计成本 让背包扣居他家里面了 市场变迁太快了 并且毫不留情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苹果14每版不能插电话卡 这直接是让华姐妹的盘口老板雪上加霜 华姐妹购买今年 我想以后都成为过去四老板 这让我想起当年的钟宽生 不得不说太惨了 太欺负人了 实在太惨了 这还没完 你听说华姐妹直接放一个月价吗 就在国庆前一天又收到华姐妹的通知 直接停业一个月 你们仔细看一下 没有错 是直接一个月 实物前定 什么检修空调前两个也不就是检修过一次吗 现在还来表面上这么说 背后值10就是劝退华姐妹的盘口老板 下面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目前13波浪麦克斯接待了什么行情 拿在我手里四台国行的118G外观有95星 这台机器呢 我们拿回来当行情是6i50电池效率有90以上 外观也是非常的不错 相对比iPhone14没有发布之前 已经掉下去1000 说完128现在来说i56现在拿在我手里是一台256G的十三破了麦克斯 也是蓝色的电池效率 还有97整理的外观可以达到九成星以上的 这也是一台国行双卡的7000左右 我们就可以给他搞定 现在拿在我手里是一台十二破了麦克斯 也是国行双卡的电池效率还有八十九 为什么是八十九呢 因为十二破了麦克斯上次年份比较长了 这台机器外观可以达到九九星的一个标准 我们再回来的行情5250就可以搞定 好了 本期视频就暂时的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